按照赛程的安排 中国女排第二场小组赛将会在8月2号的凌晨3点进行 对战的对手是法国女排 到时候CCTV5也会直播 各位球迷可以关注一下这场精彩的比赛 对于中国女排来说 此次我们的目标是站上奥运会的领奖台 而想要实现这个目标 首先我们必须在小组赛突围进入八强淘汰赛 后续再稳打稳扎 打好每一场比赛 最终才能够笑到最后 而想要实现晋级的目标 我们必须确保要拿到小组第二的成绩 才可以把主动权掌握在手上 如此一来 我们在打败美国女排之后 接下来晋级最好的机会 那就是再度拿下东道主法国女排 以两连胜的成绩直接拿到淘汰赛的门票 因为从小组分组来看 中国女排第三个小组的对手是塞尔维亚女排 这个强队的实力并不比美国女排差 所以我们如果不能拿下东道主 后面的比赛极有可能会输掉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的形势就会从主动变为被动 不管是中国女排的球员 还是我们的球迷 应该都不希望看到这个情况 所以我们必须努力把握好第二场大战 从个人实力来看 法国女排肯定是整个小组最弱的球队 和美国女排以及塞尔维亚女排 都没有办法相比 但是这一次有一个特殊性 那就是法国女排是本次奥运会的东道主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 到时候中国女排客场作战 将会面对着很多主场球迷的干扰 不管是噪音还是各种小动作 都有可能会对中国女排造造成干扰 除此之外 现场主场她们球迷的欢呼声 估计也会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到中国女排的心态和士气 所以这一场对战法国女排的比赛 并不是说轻轻松松就可以拿下的 关于这一点 我们球迷要有心理准备 我们中国女排的主力队员 也得做好心理建设 做好各方面的意外准备 才可以更好地拿下对手 获得比赛的胜利 当然了 法国女排主场优势固然强大 但有一点不可否认的是 她们的实力其实相当一般 过往和中国女排交手 基本上很少有获得胜利的机会 所以接下来这一场比赛 其实对于中国女排教练组来说 是一次练兵的最好机会 也是一次让我们主力队员好好休息的机会 在中国女排首发七仙女阵容方面 有可能会出现洗牌和换血的情况 像朱婷这一些王牌老队员 不排除会换下来好好休息 在替补席坐着 而像张长宁这些没有机会出场的队员 则有可能得到更多的出场时间 另外一方面 吴梦杰这些年轻球员 应该也得到更多上场的机会 来为后面的淘汰赛做好准备 对于主教练蔡斌来说 这一次征战奥运会 应该是准备了两套计划 这一次征战奥运会 这一次征战奥运会